在問題萌芽的時候 主動介入 落場指導 分秒必爭 分秒必爭 這句精我好喜歡 這句好像叫林鄭 我最欣賞為何開這四個小組 因為這四個小組就要逼 我覺得要逼或者叫指引 師長要做事 是 小姐你中為房屋設計而煩惱 那你就來對地方了 我們有專業的設計師 為提供一對一的良心定制服務 採用的是360度全方位設計 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設計出 客戶滿意的效果 而且最近我們為回歸新老客戶 還有特大活動 快點入店來諮詢 環區裝修 首選VGA 全屋私人訂製 為港人提供一站式裝修服務 掃描屏幕下方 以為麻進行諮詢 博士還看報紙 開始節目了 你好 大家好 現在Math就在珠海 我就是在香港 當然了 今天我們出了我們的獎 這邊的東方 香港特區行政成立25周年 給我們一個大獎 哇 服務大獎 服務灣區的港人好 Vilson的管家王 我們Jody賣樓 一致認同 經過平核 我們服務是出語的 Yeah 多謝大家觀眾支持 嘩 全版兩邊都有 是呀 這個是特刊來的 25周年特刊來的 很開心 都得到大眾的認同 因為是東方日報 現在最厲害的 哈哈 OK 沒有了那些客戶 我把獎拿過來珠海 我把獎拿過來珠海給你摸一下 好 哈哈 哈哈 怎樣 買了花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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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生了 我瓜子 瓜子 你摸瓜子 是一樣的 都是摸 好 好 沒摸花生了 很多觀眾 催我們 快點 你和Mac幹甚麼 還不摸花生 摸了摸了 尤其是剛剛 新特首上任 很勤力 七天立即見議員 立即親自開會 而且你都說了很多 我覺得都挺貼地的東西 而且裡面有很多的證據 那些證據我都挺欣賞 OK 可以用公司文化 豬身一些 哈哈哈 新人事新作風 沒錯 所以不如這樣 抹我們 是的 我們摸幾集花生 暫定 摸三集左右 好嗎 今集我剛剛開始 我又覺得 他都很多的證據 剛才說開 都 我們這樣 對不對 今次更有趣 這三集 因為我覺得 李家超新上場 他的 他的 那個 方針 或者那個 管治手法 我聽完他的答問大會 我又覺得他多似我們做生意 生意佬 就是一個營運公司的一個手段 我們不如嘗試這三集 你知道我和你都是老闆 我們日日做生意 其實我們面對很多問題 很多管治上的事情 我們不妨嘗試一下 我們在當中用一些 我們V家 我們的管理上面對的問題 跟他的方針 我們又可以對比一下 在施政方面 我帶給市民的 是一個執行型的政府 以結果為目標 解決問題 我的領導方式 是要各個施局長 在問題 萌芽的時候 主動介入 落場指導 分秒必爭 好了 那我們看完李家超的片 看完我們特首說話 他那句 主動介入 分秒必爭 我喜歡這句 這句好像 K-Roy林鄭 我覺得是關於他以前 做過保安局局長的 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以前做過 這麼硬朗的 一個這麼硬派的局長 看到有問題 一問題一問一下 那時候當然一夜拍 拍扁他的 就是 黑暴的時候 他都很硬 都要打殘黑暴他們 反而反過來 林鄭就像一個慈母 很懷柔的 她做了政務司 政治 就是搞那些 就不夠硬朗 慈母多什麼 我就很欣賞這句說話 因為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之前我黑暴的時候很懷疹 因為我覺得其實 因為你知道我做生意 做生意是一樣的 有什麼事 其實一定要立刻處理 因為其實 雖然林鄭後來結尾 她都有說自己的工作 從頭到尾她都覺得自己都很滿意 她都覺得人不久了 她做到足 其實我就真的有些扣分 因為為什麼呢 喂 其實 在早期的時候 如果在盟牙的階段 李家族說 如果在盟牙的階段 最初那些片出來什麼 豬肉佬 又說要拉回大陸 學生會又拉回大陸 接著那些報紙也是在抹黑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要動手了 但是就是遲了一些 想想香港搞成這樣 如果在盟牙的時候 可能只是花一點 只要他們有注意 去花一點的marketing等等的東西 其實如果這麼得失火 我們就不用經歷這麼慘 其實不只經歷這幾年這麼慘 你知道現在年輕人那一代 已經很多都很難回頭 很多都已經洗腦了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可能影響了一代人 甚至兩代人 這個影響是很深遠 但是在盟牙的時候 為什麼 李家族說的 分了必爭 直接要介入 就不是看到它 咦 不是啊 那些火月室要大了 月室要大了 月室要大了 好大火 蓋了 找消防員來 潑水了 現在就這樣 沒錯 消防員很大隊人 是很勤力去潑水 但是如果火頭開始 出一下 禁息它 這樣 平平安安 所以這件事我一直在問問的 好像一個煙頭一樣 譬如 這個煙頭 你點著了 風光蜜燥 接著發生山林大火 這樣很容易 但是你煙頭 其實你一淋色它 或者踩色它 這樣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就是反映回香港以前 你可能14年開始佔中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小小的萌芽 然後去到 衍生到之後的黑暴 是吧 那你那些什麼 一路 發作這麼大 是要整到國安法 迫於無奈去這樣出手 就是中央迫於無奈去隔離 它都想是一個 一國兩制 就是你們作主動的 想是香港你們做主動的 但是真的逼於無奈 我真的沒有辦法 不出手就不行了 真的會影響到香港 其實這個國安法 真的沒有辦法 逼於無奈才出手 正如說 如果你到了14年佔中的時候 小小問題一開始的時候 一夜拍攝它 那就沒事了 是不是 我講過實際案例 跟我們V家公司 就是一模一樣的案例 你記得當時有一個Taser出什麼 就是我們當時在珠海的樓盤 我和你都很喜歡的 你記不記得 我們下去拍那個 因為那個地點 價錢又很便宜 那個珠海樓盤 後來就預住政府管控 經濟出問題 接著有些人就去拍片 就說那個盤爛尾 又說停了工 不要緊 就是拍 但是它講了很多負面 搞到 搞到買了那些 說晚上都睡不著 有些又 就是你問人求救 你記得當時我們公司怎麼做 我當時公司立刻 一知道這件事 第二天我們就立刻下去 真是去現場了解 看完 第三天 第一天出片 第二天我們下去了解 第三天 我們公司已經約了發展商的人 和約了那些工程隊 就是工程的代表 那些片全部現在還在這裡看的 立刻落現場 就解釋一下 為什麼工程這些停了 為什麼這麼慢 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立刻整件事 然後我們又開了 那次是我首次 我們公司 這些就是李家車說的 直接介入 和賓鳥必爭 和要策略 當時我們第一次 我們V家公司 開了一個業主群的 你記不記得 是嗎 開了一個業主群 讓那些業主全部進去 接著每個業主都告訴我們 最新的資訊 而且我們將發展商的代表 總經理 就放進群裡面 和那些業主互相多一些的溝通 你知道現在那個群 到今時今日 那個群裡面很開心 那些業主裡面又知道的進度 等等 很開心 你知道嗎 甚至最最後 你知道嗎 最後有些業主自己發起 喂 博士 我們想一起收樓 又要求我們給個團購家 就是團購 你知道嗎 我聽說一百多二百個業主 團購 我們V家管家王那邊 其實他一年後才收樓 但是大家又很開心 大家覺得 知道了 大家放心了的人 真是完全正能量 很開心就反而又想一下 怎麼收樓 怎麼買傢俬 想一下收樓之後的生活 我看到我真的很開心 這個真是一個實在的真正案例 我覺得套用林鄭的手法 和李家超 雖然現在李家超講出的方法 但是我們很希望他能夠落地 因為落地不只是李家超一個人 好像當時我們V家 我們要處理這件事 我們叫危機處理 當時我們有很多部門 很多人力物力全部參與 這個又幫忙找那些工程局 那個又邀請發展商 其他共同努力就霸解了這些危機 如果不是這個可能搞到很嚴重 搞到人心惶惶 搞到人心惶惶 搞到人家很不開心 其實一模一樣的 我們香港人 住在香港 我們都是在香港 希望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 是不是 我們都不想想什麼顏色 立場那些 但是當你這件事 那個火一邊燒燒 整個山都是 個個叫做什麼 為了生存 是不是 個個為了生存 哇 走爛了 這樣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我覺得李家超這個方向非常清晰 所以跟林鄭我覺得是 就是這幾句說話 我覺得跟林鄭的方法 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都記以口望的 其實是 就是林鄭那種處理方法 就 我怎樣說 是一種比較 中央集權 我喜歡 但又還有 就是那些 就是總括來說 去那麼多年 那些司長局長 都是那些叫什麼 四個字 司為素餐 不做是不錯的 做就36 不做就36 這樣 但是 當然李家超現在 其實上任 都是可能十天八天 都要看回他 管理班子的能力 那樣的 顯身剛才博士說的 那個業主群 業主群 跟我們坊間 就是平時 普通樓盤的業主群 是不同的 普通坊間業主群 人家可能 圍埋這個樓盤 這個小區 我的業主 是普通的業主 載進去的 這個是坊間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業主群 是不同的 是不僅是我們賣 我們自己 經我們現在買 我們是會拘捕發展商的 就是可能 不只是 因為有問題 才會拘捕發展商 例如平時一些 配套東西 都會問發展商的 專人 或者一些 現在所有業主群 我們都拘捕發展商 你說對 不是說有問題 才拘捕發展商 其實根本 建立一個僑良 發展商和業主 互相溝通 就不要發展商 又躲起來 是 業主那些 自己去想 想到很負面 就是我們 真的不想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等於 以前香港的情況 就是這樣 就是分裂了 大家分裂了 就是政府和市民 是對立的 是的 因為這樣會 我這樣說 為何會拘捕發展商 因為有一個 初步的溝通 就是好像李家超 六號當時說的 一種 就叫前廳交流會 前廳交流會 前廳交流會 可能大家 剛才的影片 都 我不知道阿成有沒有播 或者沒有 下面的播 主要他是說 每個月 這個月 他先帶 剛才會帶 各個司長 帶幾個局長 就去前廳 議事廳 那裏 就會和議員會面 這個議員 這個不是非公開 就是大家 可能以前 在立法會那裏 在那裏 吵架 吵吵吵吵吵吵的 他那裏是一個 閉門會議 閉門會議 有什麽好呢 可能大家 三眼房門 大家有什麽 先打開它 先摸一下 摸一下大家的底 大家很害怕 大家很害怕 是的 为什麽我们平时立法会的党派不同 或者政见不同 就一定起床 但如果大家提前去摸底 在一个固定的形式去摸底 这个形式是好的 就不同以前有什麽突发事件才去摸底 是太迟了 那时候大家有一个不平等的时间 你觉得我是高点的 我会这样跟你说话 但这个摸底的情况 大家有一个对等的情况 就有好处 我建议每个月 在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 每次由一位司长或者副司长 带领五至六个局长 或者相关的官员 去立法会前厅 与议员交流沟通 增进认识和了解 可以以设定或者不设定议题 去交流 例如 政务司司长会带领他核下的五至六位局长 去出席 之后下个月 由财政司司长带领 再之后 由律政司司长带领 下一次是由政务司副司长带领如此类推 我会以新作则 带领第一次的前厅交流会 这一次我会带领三位司长 三位副司长 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一齐去前厅和议员见面交流 前厅交流会 可以让每一位政策局长 都能够定期面对面和议员作恒常的交流 令官员和议员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 更好让官员解说政策 也更好让官员了解民情 立法会议员出席的方面 我建议由立法会决定 衍生到我们说的我们业主群 就是提前可以与业主摸一下大家的底細 就不是形成了对立面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业主群开得很好 very good 好像会是这样开我吧 你说的前厅大会 这个提出也是一个很有新意的东西 我也是很欣赏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它很像我们做生意的商界 很多商会 是的 我觉得这个前厅大会就像商会 因为我没见到拍出来 又有沙发 又有些桌子 到时候可能有些铺飞 可能有些小食 拿杯咖啡 拿杯果汁 我们的商会全部都是这样的 商会都是开会之前 都是给大家在外面聊聊天 交换卡片 其实在那段时间是很珍贵的 很多时候我们参加金会 有一段时间 我连续一年 五点钟之后 太阳一开闪 那我就已经 讲不可以的那个名字?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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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加入了B&I 那是一年的 我老人家都顶了一年 但是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每一个参加商会的人 第一很有心 因为你真的有心 因为你这么早起床为什么 是不是? 那要给钱 吃早餐也要给钱 商会会币也要给钱 大家其实都有好心 就是很有心 就进会 所以其实大家要珍惜 早上 就是 和你说的见面的时候 还没开会之前 其实大家 反而有很多东西 很多消息 还有很多的合作 反而是在那段时间谈得到的 但是你坐得正常 有些人 哎呀不好意思的 我又说我公司吗 不说你 真的很尴尬 就好像立法会 大家坐到圆 隔到这么远 你不会说 不如我们有空谈谈谈 我们有空谈谈 不会这么说 很正式的公司对公司这么说 正式开你的时限 是有限的 大家都会很紧张 到你发言的时候 就把精的东西放出来 但是当你拿着什么喝的时候 大家就很轻松 反而在很轻松的时候 等于我做生意都经常说 做生意你不要只坐在开会 跟一些发展商 我们都会 吃饭 吃饭 喝茶 早餐 一样 因为在这段时间 反而又会说到一些 平时 不会说的东西 哈哈 就像是凍八卦的 大家聊聊天 大家的行家怎么样 周边的片区怎么样 我们都是这样 没错 我们的发展商 这些材料都是这样 没错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的集团 为什么现在的消息这么新呢 很多时候 发展商的最新的动向 消息为什么我们都会知道呢 其实就是我们管理层 不止我 A哥 就是Ben 我们管理层 其实都花了很多心机时间 就是做这些 所谓的前厅大会 多些跟他们沟通 搞一些关系 这个就是 其实不怕说 现在近收纽期间 其实真的太多收纽问题 就是无数个发展商 都有无数的收纽问题 做商收到不少 对不对 因为这个都要跟发展商配合 这些到时就真的靠关系 因为 喂 去到这些 喂 我做又可以 我拖你又可以 是吧 我不听你电话都可以 你都没有去扶的 但是你 保持有这些前厅大会 有些关系 大家可以 轻松一点 如何解决 帮忙 这些真的我觉得 有几个新意 我又是给个赞的 李家超 初初还要亲自带领 挺好的 我觉得 是的 接着他就每个月会轮着 叫局长 司长 大家不同 他不会设定什么议题 他很自由开放 大家喜欢谈什么 可能觉得 今个月 可能民生问题更重要 可能今个月 另一个月 可能旺角的问题会更大一点 可能 没必要是这样说 我觉得这样是挺好 开放式的 好 就此 我已经指示 成立以下四个工作组 由私级官员带领 日 是针对跨代贫穷 成立 弱势社群学生 摆脱跨代贫穷 行动小组 由政务司司长带领 落实我政纲里面提及 包括居住在劏房的弱势社群 初中学生 推行计划的扶贫方案 协助他们摆脱跨代贫穷 以精准的扶贫计划 去实行 计划由政府主导 团结社会力量 针对需要 制定精准方案 并且设定指标 以衡量计划的成效 我们又看完特首那条片了 总部说了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前厅的交流会 另一个重点就是 他会说到这四个工作小组 是由司长 他是一个在讲年轻人 是呀 因为年轻人是香港的未来 其实之后 一个多小时的答问大会 他也有说过一些 如何去吸纳一些香港的人才 有什么方法吸纳人才 如何去宣扬香港做好市场 计划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最主要是 为什么 譬如如何说 你之前为什么会形成黑暴 是因为一帮年轻人 觉得生活在香港没有未来 为什么没有未来 可能很多问题 跨代贫穷 住屋问题 觉得自己未来的就业 那个成就 可能已经是没有什么上游的机会了 去向上流的机会了 所以他就很精准地 就开了这四个工作小组出来 我觉得又是精准打击 OK 我觉得我最欣赏他 为什么开这四个小组呢 因为那四个小组 他就要逼 我觉得是要逼 或者叫做指引 那些司长要做事 是 这个我觉得最大 我做生意的 BK一样 司长要做事 那下一集我讲讲司长那个关键位 那今集你讲得很对 现在香港呢 又要平安、平静 有国安法 现在我们的议会 全部都是爱国人士 还有现在我们跟我们那个 沙马那个沟通的关键 我真的香港的未来 你问我沈博士 我真是最担心 就是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因为这次事件的伤害实在太深了 除了香港基本给到年轻人的条件 已经是薄弱了 加上很多之前的洗脑啊 令到年轻人更加 就是更加对香港没有信心 就是无论是特制的因素 和一些心理上的因素 都是非常负的分数 这个我是很多人 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啊 我的子女等等 我有时候都知道他们的心态 其实他们真的很悲观 所以特首形容为他们真是弱势社群 最初你说听说弱势社群那么夸张啊 那些年轻人很惨啊 可能觉得弱势社群当然是多窮那些啊 老人家那些啊 但是我真是我又赞成 他将青年弱势社群这个这样的范畴 所谓弱势社群这个这样的范畴 我觉得是又是一件好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挺好的安排 因为使得大家都要注意 是不是都要关爱 都要去照顾到这一批年轻人 其实是未来的同僚 我身为家长 我身为家长 当然了黑暴的时候 我们都要尽力去解释 或者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觉得去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要为这一批年轻人想想 第一我觉得要给他们机会 要铺牌一下 甚至近期我都有 就是我都有勸很多身边的朋友 有些你知道对那个立场等等 颜色是抓得很紧的 我都觉得 这个其实我都和很多不同的人士聊过 其实我觉得香港现在都要放松一点点 就说不要将一些界线立 即是戒得这么清晰 因为我们都要被人回头 是的 没错 你让我轮回转 我说没有听 老师 死囚 你都要被人改过自身的机会 坐完监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千万 我想真的提醒大家 我千万不要划一条线 划一条河 令到它不能够回头 是的 我们香港的未来是很衰年轻人的 是的 我们真的是 浪子回头 也好 什么形容词也好 我觉得我们要放松一点 给他们 因为我觉得时间 其实会冲淡他们很多东西 例如以前对香港的误解误会 对很多 因为我们以前很多不断的媒体的洗脑 现在没有了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慢慢成长的时候 他们懂得想的 那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厚怒 所以我很贊成李家超 把这个成为一个小组 排第一 去处理 去怎么为他们想一下 不过 我觉得真的可以 我很严重 想提醒 那些官员什么 特首都好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多些参考 内地 内地如何去照顾年轻人 内地对年轻人是很重视的 你知不知道那些海龜派 那些读完书 回到国内 之前我和你拍摇都讲过 哇 给你房子住 给你创业 就是很多很多的支持 令到他们 我回祖国 我回祖国发展 我回祖国就业 是一件很好的事 令到他们 吸引到他们 不要让他们觉得 外国的月光是漂亮一点圆一点 其实我们中国的月光 我们香港的月光都一样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里要抢 就是要抢回年轻人的引力 才行 国内的吸引海龜派回来 它不只是用利友 其实也会是一个外在因素 令到海龜派回来 你可能在外面 可能国外的疫情 会令到海龜派回来 可能外国对我们中国人的歧视 觉得我们一些二等的公民 这又是导致海龜派回来 再加上政府伸出橄榄枝 有很多好的政策 令到这些海龜派回来 其实香港也是可以借镜 但是 我们衍生回来 反过来说香港那边 香港 当我是年轻人 我也想我是 二三十年前 最担心的是 我读完书 可能读不到书出来 我找不到工作 好了 当我找到工作 赚你 赚你一万多千 你一半可能交租 房屋又贵 公屋又上不到 你公屋现在和以前 都可能排四年左右 三年多就上到车 现在可能要排七年 或者八年 其实你看报纸会不断显示 平均上公屋 轮后时间 已经去到七年八年 那样 真可怕 你年轻人 你更加不可能排到公屋 青年都变成青年 是的 其实我认为国内 就是 政府 会 有两件事是关于房屋政策 一个就是土地 是吧 土地它会 怎样再好些的规划 做得 另外一件事就是 这个 就是房屋政策 其实这两件事都可以帮到 香港人很多 就是帮到年轻人更加 你自己独立了 出来住 那这个房屋需求 又非常之重要 是吧 我觉得政府 有点提议 政府可以做一些 譬如一些 三四年 或者是三四年 左右 或者是三四五年左右 那些过渡性房屋 是很便宜 给那些年轻人做一些工作坊 自己 现在可能 流行 网红 博博士 你也会有网红学校 可能帮一下香港人 喂 做一下这些workshop 自己在房间 可能做一下手作仔 可能做一下这个 网红拍片 带货 来一个做一个经营 学一下如何 和外面的社会 去一个 有一个商业的接触 我觉得这样非常之好帮助 政府去补贴 一帮这样的香港年轻人 可以疏到 对这个住屋的资金压力 那么多 其实这些也是国内 在不断做的方式 人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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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不知道 很多人问 什么叫人财房 博士 我说人财房是好东西的 有些人说 我买一层楼下的那层是人财房 是什么的 人财房是好东西的 那些全部都是年轻力壮 那些年轻人 其实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 我真的希望 那些观众都和我 一样的见解 就是说 我们除了 当然 大家在Facebook的网上 就说 去外国 你去过去就糟糕了 去过去就只找不到 就是不断说 就是不断说 虽然我们不断说 你去外国有多感不好 是不是 但是你要在香港 製造一些好的东西 才可以 是吧 因为那边很不好 所以我就不希望 我就不希望过去 就是 你要香港吸引一些东西 去引起来 因为 如果我年轻人这么说 如果我觉得香港 是没有了希望 是啊 那边有很多好不好不好 很多负面的东西 有很多人说负面的东西 但我可能我都会拼一拼 你明白吗 是 对啊 就是 我怎么说 现在这样 如果我是年轻人 我读不到书 譬如你这么说 我在香港 譬如我要洗大饼 我要洗碗碟 但是如果去到外国 我又是洗碗碟 但是 外国赚到的钱 比香港多 又如果是 就是 对比的环境 可能外国生活质素 比香港 我也会拼一拼 我会拼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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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啊 是啊 今天是很简单 因为今次特首 讲了很多话 所以我们可能 都要弄三四集 下一集更精彩 好 大家下一集见了 好 而且我和Mac说的 很久没有摩巴生 大家欢迎下面多些留言 好 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你们讨论 大家 我们都想了解多些 就是贴地些 大家很多观众 其实怎么看呢 我和Mac就说回 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解 和个人的看法 大家的意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每次我们摩巴生 其实最精彩 就是下面的留言 哈哈 不过不可以说粗口 没说粗口 好 好 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 对于香港的未来 或者年轻人等等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吗 下一集见了 拜拜